我們來看看CNN有關注到 美軍導彈驅逐艦 8月30號航軍台灣海峽 已經是兩個禮拜第二次通過台灣海峽 這是不是傳達很明顯的訊息 其實現在美國在做一個訊息 就是說他其實 你看現在美國的飛機和中共的飛機 喜歡在我們台灣海峽打卡 打卡不斷的來 但是有一件事情 其實為什麼中國會嚇到 跑到內海裡面去做軍演 一直想要軍演 因為他內部也要交代 可是為什麼是 因為美國來的都是偵察機 美國來的都是偵察機 中共都是戰鬥機 那它偵察機的動作是什麼 從博灣戰爭的時候 美軍的作戰第一步是什麼 我先看清楚 所以我一開戰 我就把你所有東西都搞得很清楚 所以美國來的都是偵察機 RC351P3各什麼 就是你中共的所有布局 什麼都還搞清楚 這個東西這是一個照片 這個照片你知道從哪邊拍的嗎 一萬兩千公尺高 衛星拍的嗎 不是F16 F16拍的 F16上一萬兩千公尺的高空 一百三十公里 拍的是加州的一個港口 然後黑白的是 它在黃昏的時候 所拍下來的 那為什麼要給大家看照片 你看看得多清楚對不對 這清楚是什麼 他們要賣給我們的 也是這個叫MS110的F16 吊掛的新式的徵兆設備 而這個設備 我們即將有這個設備 我們即將有這個設備 我們F16也有 我們以後的IF16 以後的偵測 不是像上 以前看到的只是模模糊糊的 也給我們這麼清楚 而且為什麼要給這個 它的整個觀察的範圍是一百三十公里以外 一百三十公里以外可以看到這麼清楚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的飛機F16 只要在整個台海中線以東 不要越過台海中線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對岸的所有港口 所有的機場清清楚楚的 即時的動向 而這即時動向 如果說美國給我們已經不是過去的 非常不清晰的一個東西 這麼清晰 你看連那個裡面的整個 那個調價什麼的都看得那麼清楚 連燈光什麼看得那麼清楚 你在那邊集結 你開始要打台灣 你在平潭島 你在福建 你開始在集結的時候 你的船隻一出動 然後美國又賣給我們海馬斯 可以打三百公里 意思就是 我們可以在台海中線以西 來冒犯台灣的 所以美國其實在保衛我們 給我們軍售 已經改變了過去的觀念 過去我們是防衛 就是那個防衛固守 貪案殲滅 現在是告訴你 直接在威嚇對方 你在對面的時候 當你真的有意圖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有反擊的力 那當然這樣的東西 我們還繼續加強 所以美國這次的報告 也告訴你說 台灣的這個軍事戰 還需要加強 而這個加強裡面 其實就變成一件事情 全世界的新的潮流就講的 別甩中國不開心 但是台灣就有一個 某些人很怕中國不開心 這個力潮流 希望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國民黨不想清楚 發了非常多假消息 像最近有一個南海戰略 泰式感知計畫 就中方那邊的 那他放了一些假消息 說有美軍的偵察機 曾經有通過在台灣這邊起降 這個都是國防部 已經曾經是假消息 那他做法總共有三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叫做以假換真 什麼意思 因為這件事情被踢爆是假之後 他們這個假情報中心的主任 還對環球時報去講說 希望台灣方面公布 跟確切的證據 證明這些事件沒有發生 這是我先丟個假的 然後我希望你告訴我 真的美軍的一個情況 這是他做的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資訊上面的麻痺 對台灣人來講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這種假消息越多 台灣在接受軍事消息上面 慢慢有些民眾 就會變得比較麻痺跟冷感 因為你越來越難分辨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的時候 漸漸我就不管 而且有人故意不分辨 對也有人故意不分辨 然後就是把假的去當真的假 跟著做大 對 那越把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 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很多民眾就覺得我不想管這件事情 那其實對台灣整體的狀況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對軍事狀況有一定的瞭解 比較能夠瞭解說 現在我們目前國防需要哪方面需要加強 第三個點其實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他為什麼講說 美軍在台灣起降這些假消息 就是希望塑造外敵 外敵是誰 就是美國 所以他們講說美帝 也就是說台灣目前就是美帝徹底所操控 美軍整天台灣跑來跑去 用這種方式塑造 他們中國國內同仇敵開的心情 去壓蓋他那些糧災 還有一些非常多管理 適當疫情等等這個問題 這個是大概目前 中國他在面對內憂外患的時候的話 去轉移焦點一個方式